我覺得如果大家把這個川普的話當真的話 那他因為參加募款餐會 那所有的金族一定都目瞪口呆 嚇死了喔 你要去用飛彈打北京 難道北京就不會去打紐約 不會去打華盛頓嗎 DC嗎 那所以我覺得川普一向是會口出狂言 所以如果大家來講說 美國到底對台灣是戰略清晰還是戰略模糊 那按照他這樣狂言是戰略最清晰的 不過我覺得川普的話聽聽就好 那但是呢 就是最近台海之間的情勢 確實讓很多人擔心 因為事實上在我們今年的總統大選之後 然後在賴清德就任之前 CNN已經又說台灣從最危險的地方成為更危險 也就是說我想世界會有一對台海 尤其對台灣的局勢有一個認知 沒有最危險 只有更危險 那也果不其然在我們這次520 賴總統他的就職演說短短的三天 那麼中共方面就無預警的宣布的 這個整個的環台軍演 那也讓大家就是真的在意識到 確實兩岸又進入了更緊繃 更兵凶戰危 那到底就是說我們之前可能會覺得讓我們稍微有一點可以講安心 或者是說覺得可以管控的地方就是台灣好像變成中美共管 那麼會有圍欄 會有管控 那麼中美之間鬥而不破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從520之後 那麼美中之間的他們的互信 是不是如同我們原來所想像的 是會成為一個中美共管 而且中美之間他們會去設下圍欄 去控制相關的危機呢 我覺得真的不一定 第一個我覺得有幾個事情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得到證實 但是幾乎可以確定的 第一個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美國之前有沒有看過美國同不同意 這一點從520之後 陸陸續續美方的發言 顯然美方對於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是OK的 而且是力挺的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當然會讓中共非常非常的不滿 所以你才看到後面的他們的一些做法 那第二點 也就是在這個環台軍演的部分 這麼大的一個環台軍演 那麼中美之間大家會說 雖然好像現在兩岸更緊繃 可是中美之間 好像一直有保持一定的軍事的熱線 你可以看他們互相的互訪也非常的頻繁 好 可是很多人都在問 在這次環台軍演之前 美方知不知道 那因為美方得到的一些訊息一些情報 他會分享給台灣 台灣知不知情 這也是我昨天一直在問國安局 蔡明燕的地方 就是在軍演之前 台灣知道嗎 他很模糊說 這是在我們原來的沙盤推演之內 可是這個真的非常模糊 好 如果假設這次的環台軍演 事實上美方都不知情的話 我認為事情就很大條 如果美方知情 然後有透露給台灣 至少台灣有準備的機會 但是如果中美之間互信已經破裂到 就是連這樣的環台軍演 沒有通知美方 美方也沒有通知台灣 我覺得這一點 那就是事實上會 未來可能有插槍走火 或者是有更升高危機的 是隨時都在 所以昨天蔡明燕其實也等於證實一點 就是我一直問他 像這樣的環台軍演 未來會不會常態化 他沒有否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第一線的官兵 非常非常辛苦 比如前兩天不是就傳出來嗎 有這個飛官 他願意賠300多萬 但是我要退伍 他已經受不了了 我所了解的 其實不是只有飛官 還有很多的 比如說衣官 就是非常有專業的 其實在戰時 非常非常重要的衣官 他們也願意賠很多錢 幾百萬 我甚至聽到有更多錢 都願意賠 然後提前退休的 好 所以我覺得 今天當美國說 說台灣的這些 就是我們的第一線 台灣人自己要有作戰的準備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的 就是我們很多的優秀的軍官 他們也許寧願賠錢 就提前退休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 事實上是更值得我們憂慮的 會 要一半去幹嘛 因為美國平均一年 因為槍擊而死亡的人數 大概四到五萬人 所以對美國來講 一年死在槍下四到五萬人 對他來講 那不是一個怎麼樣 他是每一年都會死這麼多人 只有四個人以上的重大槍擊案 你才會在新聞當中 有露臉的機會 如果一場槍擊案死得太少 你連上新聞的機會都沒有 他是常態性的 川普平常出門是戴槍的 他不當總統他也戴槍 他講過他出門的時候 他槍在這裡 我在紐約街頭逛街我都戴槍 那戴槍是怎麼樣 你要知道就是說 在美國人的成長經驗裡面 槍支可以很簡單的 結束一個生命的這種殺人工具 對他們來講 是生活裡面的司空見慣 隨時都有機會摸得到的東西 對於使用武力去解決問題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你常常看到 中國人 台灣人在馬路上發生衝突 打得很難看 因為你沒有致命的武器 所以大家就死纏爛爛打 打很久 打到後來也不會死 然後反正打得很難 拖很久 你其實都很醜 像美國那樣就簡單多了 就是一槍就解決了 你要知道這種文化裡面 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 本質上就好戰 他會非常容易把用武力去解決問題 掛在嘴巴上面 當作是我威嚇你的很廉價的工具 但他敢不敢 或者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威嚇 碰到反擊的時候怎麼辦 通常不是他在乎的重點 那個是在老美衝突當中 經常會出現的語言 我就把人家炸了 我開槍就把你幹掉 這種都常聽到 你看到的這些議員的到訪 當然這次的參議員 參議員沒有什麼代表性了 老實講他們過去也來過 談美這些人對台灣的態度 我們又不知道 親台沒有問題 你要去立個什麼法 什麼台灣叉叉法 什麼統一陣線法 誰你立法 美國的國會立法超腐爛 超簡單的標題黨 就是標題很重要 內容很空洞 實際上你再多立幾個法 反覆表達立場而已 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意義 這幾個參議員主要是要過境台灣 因為他們常常在過境台灣 去香格里拉參加峰會 順便過來坐一坐 沒錯 多半就這樣子 有的時候可能順便領個車馬費 吃個飯 反正表達一下 有來質疑一下 畢竟賴清澤剛當選 我們來質疑一下是有的 他還沒有前兩天露臉的麥考爾 麥考爾參議院外 不是眾議院的外委會的 外委會 他是要選連任的 眾議院是每兩年都要選 換句話說眾議員 每次選舉都有事 在選前他都還來 來了之後本來說到金門去 結果也沒去 講了一些講了話之後 整個的調子都縮縮回去了 我看到麥考爾講完話之後 從此從綠媒當中就消失了 大家頭版頭也不見了 然後談話性節目裡面 都不談麥考爾 麥考爾來以前 覺得麥考爾好像 是來要撞一下台獨的軍威的 結果麥考爾來的時候 麥考爾就不見了 你知道麥考爾的講話 就告訴你 如果兩岸之間 台灣因為主動的挑釁 而導致兩岸的緊張 會讓美國非常為難 為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會來 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會來 大家在想的 不管蔡明彥講的說 疑美論 疑賴論 疑台論 你終究是要想就說為什麼可疑 可疑的原因是因為他本來就可疑 他本來就不可能是像你講的那個樣子 他當然可疑 那個疑一點都沒有問題 政治本來就建立在懷疑的基礎上上面 倒過來講是你為什麼對賴清德 對於美國這麼的一往情深相信 他對你的三盟海事一定會兌現 美國在今天在國際社會當中 以好戰出名 被他出賣的國家 只要他沾上邊沒有一個好下場 只要他曾經幫過的國家 最後都是以戰爭收場 你最後對他的價值就是 在你的境內發動一場戰爭 搞爛了之後 反正拍拍屁 屁股走人 剛剛提到就是說 到底解放軍的軍演 美國事先知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你從這次的軍演 台灣方面來講 大陸解放軍早上7點45分 開完記者會 8點多他第一批就已經都就位了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有的軍演沒有任何的坐標 沒有任何的演訓的內容 他已經就位了 台灣的軍艦出海開始應對 是三個小時以後 如果真的是要斬手 不知道斬了多少個了 因此他用冷啟動的方式 對美國對台灣來講都是一個考驗 台灣之所以你看到那個F16 好像是鎖定的這個鎖定的那個 鎖定的轟6K 鎖定的殲16 台灣就繼續刺嗨吧 那個裡面 你如果看過所有的電站 紅外線電站夾艙所公布的標準的畫面 電站夾艙所公布的畫面上面 不會只有一個中間的方框框 周圍是密密麻麻的數據 要看那個數據你才知道那個時候他到底在幹什麼 以及他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那些都只是安慰台灣人而已 對於真的發生衝突 說台灣要付出的代價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今天你看到剛剛的 董的董軍要到新加坡 因為剛講到馬曹旭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的副部長 馬曹旭在這個時候去美國是有意義的 他表示就算是發生了軍演 就算是我對於520的就職演說 你美國幾乎騙我 我以為我可以信得過你 但是你看看賴清德的講話 那個台獨自白書 你美國到底是知道或者不知道 我已經不管你 但是為什麼馬曹旭仍然去 為什麼董軍仍然去 這種的見面 我認為談比不談更可怕 過去大陸如果說 發現被你美國賣了 或者被台灣給搞毛了 大陸標準的反應都是生悶氣 不理你 我可能一年不理你 我可能兩年不理你 我可能三年不理你 我就不理你 我就生悶氣 可是中國大陸這次不生悶氣 中國大陸這次 我就算被你美國出賣了 或者你美國自己掌控不好 但是我仍然跟你談 所以可以預期 不管是從外交的系統 馬曹旭跟Kirk Gamble的談話 或者是跟Austin跟董軍的談話 我估計只要公開內容都很火爆 我跟你談的時候 就是要把我的立場再講清楚 至於那些威嚇的言語 恐嚇的話大家都會講 真的要翻開來 要憑本事的時候大家就較量 可是問題是這個 他們談話的內容不可能公布 不會全公布 不會知道全部 我們要唱說的林佳龍 12個如果能保持 剛好湊一打 不要再少了 一打起碼 擺雞蛋可以擺滿 但是最少在你在WHA裡面 只有兩個國家幫你發聲 你其他現在台面上面 台灣的所有的邦交國 你就剩下兩個稍微你畫地圖 可以畫得出來比較大一點 其他的你連畫都沒辦法畫 連點都很困難 一個瓜地馬拉 還有一個就是巴拉圭 這兩個有幫你發言 你看看在WHA 你這麼思思念念八年進不去 每次都只是到場外去 到此意猶回來之後 騙台灣老百姓說在那地方大受歡迎 每年都演這種奇人之福 交其妻妾的戲 演得不凡嗎 畢竟前任的都斷十個了 其實今天就算林佳龍任內斷個五個 沒有人會怪你了 斷八個斷十個的都可以做好做滿 有什麼好擔心的 沒有人真的在乎什麼 何況台灣現在剩下的邦交國裡面 我說了 許多都是站在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的逆流 就像在以色列的投票裡面 支持以色列的 不支持巴勒斯坦的 一共十個國家 扣除掉美國 以色列 奧地利 然後捷克跟匈牙利 剩下的都是台灣的邦交國 台灣的邦交國有病你不知道嗎 台灣的邦交國在國際社會裡面 是很少數的 你像柏柳這種台灣撿到菜 撿到籃子裡都當菜的 柏柳也是這樣挺以色列 你認為他是真挺嗎 他真的懂得以巴之間的問題 他不是 美國叫他挺誰 他就挺誰 馬少爾 美國叫他挺誰 就挺誰 今天 今天圖瓦魯 美國叫他挺誰 就挺誰 那種在桌面上面輕輕一捏 就死的人的人口一兩萬的 你認為他有什麼代表性 所以數量都不重要 就算斷光了 也不會人叫你林佳龍 要辭外交部長 不用擔心 可是剛剛在提觀光的事情 賴清德或者今天民進黨 不管你坐 坐什麼位置 你坐國安會坐 坐什麼位置 你回頭去看看2023年12月 賴清德參加那場夜局欄 作為台灣觀光協會的會長 為賴清德辦的造勢活動 賴清德是怎麼講的 賴清德在半年之前 在那場的觀光旅遊業半信半疑 為他辦的造勢活動 寄希望於賴清德兩頭買 覺得賴清德上了之後 賴清德也會推動觀光 也會推動兩岸觀光 講得多麼的漂亮 可是即使你520的舊子演說 也說要開放觀光 因此我就看明天的 台北國際旅展 賴清德在台北國際旅展 講些什麼 今天不要怪怪說大陸人不來 大陸人為什麼要來 每個大陸人來台灣之前 他都知道台灣的環境 對他非常不友善 今天要來台灣外面進來的人 大陸人知道台灣對他不友善 外國人要進來就會知道 台灣很危險 台灣因為外國人不敢進來 所以我每天 我看到許多的官員就講說 台灣現在國際能監督 大幅的提升 我同意 可是所有的看到台灣能監督 都是台灣快打仗了 台灣隨時可能進得來出不去 你認為觀光客會來嗎 有一天觀光旅遊業 如果連保險費都提高的時候 會更少 所以今天已經不是兩岸 兩岸觀光的人數的問題 而是台灣本身 到底是不是適合的旅遊環境 至於馬祖 老實講今天大陸說 我們只開放馬祖 那個是對馬祖 對台灣最大的善意 馬祖的居民才2000多 我不要說開放福建 我來開放福州 我全部進來都把你給踩死 基本上面那只是一個試點 是一個善意而已 不是人數問題 他現在知道自己闖禍了 所以從昨天開始 包含內政部國安局 通通切割說 不知道他怎麼拿到這個資料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就說 包含劉士方也好 國安局也好 都不肯上這一班車 因為知道上這台車的話 這個危險非常大 這個監控人民 到底王一圈他是說了大實話 還是他在說大話碰巧 那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個人對於電信公司 有沒有辦法提供或掌握 這些各自的資料 我認為是有的 大家記不記得 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是 也是用所謂的 電子為例的概念 就有些自主隔離 還跑去什麼五月天的 那個又唱又跳 結果通通都被抓出來 那當時從疫情過來 大家覺得說 當然要把這些人抓出來 可是也有一方的意見是說 這個代表說 其實政府已經透過了 手機監控去進入了 各自然後監控人民的行動 不然你怎麼知道 應該在你家裡自主隔離 或在飯店自主隔離 你怎麼跑到 這個演唱會的現場 那還有當時 比如說對萬華的民眾 他們也有利用 用這些手機監控 不然你怎麼知道 他們是萬華的民眾呢 什麼阿東店的誰 你怎麼知道他是誰呢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們每一次 不是說做手機的調查 最麻煩的是 我可以做全國的 可是你要讓我做什麼台北市 或者我某一區 我中山一邊 那很難嘛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去 真正的去掌握 他到底是他的戶籍所在地 好所以電信公司事實上有這些資料 那當時是因為疫情 所以那個時候指揮中央在講說 我們是根據這個相關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做這些監控 好那可是現在就代表說 是不是這些資料流入了特定政黨的手裡 然後去做這樣的分析 那麼其實中華電力確實有提供 這一類的商業服務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有些縣市政府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不是說去問西北市 西北市不是同樣的嗎 西北市告訴你 我的事實上就是人流 我是人流 然後我一些交通重要的據點 就是因為交通管控 後來連台南市政府 因為他們辦台灣燈會 他說我們也有用 但是我們也是主要是交通管控 那他現在說是台中市政府 那所以後來有人講說 其實電信公司是有相關資料 但是當他就是要有這些服務的時候 他必須去識別化 去割資 而且你不可能說現場我就會提供給你 但是王毅庄這次實在是太蹊蹺了 因為他幾乎在第一時間 就完成這些所有的掌控 連包含65歲以下多少人 20到24歲以下多少人 他有沒有參加過太陽化 他有沒有參加過小賞系統 他有沒有參加我們在凱道的造勢 怎麼這麼快全部都掌控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確實應該追下去 我們不是把國會改革法案通過了嗎 現在有好多人都跟我們敲碗說 如果現在要去做調查的話 這一案應該真的要把它變成 要有調閱前還有要聽證據 這不是常態 市場上面知道的人不多 各大活動用的人更不多 參加過的活動 大家都辦過政黨活動 你告訴我哪一個政黨活動辦的時候 知道說我可以去找中華電信 幫我看一下我落來的人有沒有到 我上次來的這次有沒有到 告訴我我從來沒聽過 我也參加過很多的活動 我們也辦過活動 我從來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一個就是說 大家好像都知道混過去 要用台中市的資料那不難 王毅川當過林佳龍的時候 王毅川是台中市政府的 交通局的局長 他對台中市有一點熟悉度 當過交通局 你總該知道NCC電信的管制 那是交通部管的 是交通局的業務 我不知道他那個時候有沒有 可是王毅川不要混水摸魚 有關於這種每個觀光景區 甚至於台北市的每一個夜市 一年下來的人流有多少 什麼時候人潮最多 男的女的有多少 交通部都可以查查得到 那根本就不是秘密 沒有人在跟你講這些東西 不要東拉西扯 王毅川講得讓人家驚悚的就是 第一個如果有 絕對不是只有一家電信業者 我哪裡知道今天 今天來的人是用中華電信 是用遠傳 是用台灣大哥大 我哪裡知道 我不可能只有一家 第二個就是說他還可以持續的回頭去 要求你再跟我比對 同樣這支號碼 之前5月19號在哪裡 這就嚇死人了 我告訴你 我只要真的心懷惡意 我可以盯著林國成 你告訴我林國成 過去一個月他去過哪些地方 那個定位基本上面你都可以辦得到 好吧 當然這些 接下去不只是王毅川的問題 還有就是電信業者的問題 立法委員們必須要去盯著電信業者 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都不知道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你賣了多少錢 財報上面我為什麼看不到 再來就是你跟使用者 譬如說我用的 我用中華電信 我用什麼東西 我跟你簽約的時候我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你把我的東西是可以這樣用的 因為它已經涉及到對我個人的監控 你可不是在一個景區裡面去 沒有指明的統計說 今天到底進來了多少人 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我只是one of many 那無所謂 因為你不知道我有來 可是你已經可以識別我 你已經可以識別我說 你上次有參加小草 你這次又來青島的東路 你是兩頭 你是在混的 我已經可以鎖定你辨識你的政治立場 剛剛藍軒提到的就是劍橋 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在2016年曝光了之後 他很快隔年不到半年 美國英國公司全部破產 都宣布倒閉 祖克勃就躲過去了 沒有 祖克勃6年之後 被美國DC的總檢察長 明明是訴訟起訴 他很快的說是我的錯 民進黨到今天為止 起碼就還沒有人在為他 為王毅川的做辯護 你看到連柯建民 你想如果說這個是普遍的情況 柯建民會不知道嗎 你認為吳四耀會不知道嗎 柯建民為什麼不敢幫你背書說 大家都這樣做 你只要告訴我大家都這樣子做 那我就當作是我無知 我不知道 很抱歉 我今天看到的 即使是交通部 他們都不知道 因此這件事情的可怕就是說 他已經可以監控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 我跟你簽約的時候不知道的事 而你會出賣我在某一些 你可以做商業行為當中 可以去追蹤我的行蹤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 我參加了小草 我沒有去青島東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 你憑什麼知道 同樣你就可以監控我說 我到小草的時候 我是不是吃完便當就走了 還是我在那邊待一待很久 跟你唱歌 跳舞 聽你在那邊講廢話 我不知道 同樣我也可以去監控你 如果說真的現場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參加我的衝組 你有沒有做什麼我都可以辦得到 就是我已經做到 細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他真的是 在過去我們看到大陸說 用人臉辨識 在張學游演唱會的現場抓人 我在我的當時我都覺得 對啦 這樣子讓人家去參加什麼活動 都不自在 可是比我們這個還人道多 他還是抓罪犯 可是今天所有被點名的都不是罪犯 你可能會說他又沒有點藍軒的名字 他沒有給你唐香的名字 可是我告訴你 他知道你藍軒有沒有去 他知道你唐香有沒有去 你不要因為他沒有點你名字 覺得無所謂 他知道你的一切比上帝更清楚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你看得了便宜還賣乖 就是像這樣的政黨 說實在一點誠意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 剛才副總召講得滿清楚的 就是說沒有錯 我們其實經過四天的這個院會 大家非常辛苦爭取來 就是未來總統來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時候 要用急問急答 這個是在法條上非常明確的 但是他必須要等到公告實施之後 否則的話他就會說哎這個不 不要說他們講做違憲 現在連合法性都會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如果是法令已經公告實施的話 當然是急問急答 那如果按照現行的話 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強制性的規定 但是我想多講一下就說 今天民進黨也就是說新的政府 賴總統他在上任之後 其實非常短的時間內 他展現了非常強硬的態度 他絲毫不想跟任何的在野黨 要做妥協或者做溝通 所以剛才講說兩岸之間要不要溝通啊 要不要交流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來在台灣 自己的國內你都不願意做任何的妥協交流 請問你能跟誰做妥協交流 我們有講過賴清德從上任以來 事實上上任以前 就是他選上到他現在就任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跟任何的在野黨 不管是黨主席也好 或者像我們的黨團也好 伸出任何的說 我願意來跟你溝通 我願意來跟你這個我們談一談 現在就說大家希望 比如共同推動的是什麼 可能有些什麼期見 沒有 完全沒有 這個跟過去連陳水扁跟蔡英文 他們在就任之前 都會試圖跟這個在野黨 有一些 有一些交流 有一些協調 有一些對話 賴清德不需要 他覺得根本不需要 好那現在 他現在開始才兩個 一個他讓習政院賦議 其實我覺得卓榮泰是被他逼著的 因為對於一個新的院長 他當然尤其 馬上下個會期就是預算的會期 他當然不希望跟這個國會搞得太僵 可是沒有辦法 他的主持交代他 反正就硬幹 我們今天對著幹 所以他立刻行政院要提出這個複議 但他只好複議一定以現在的席次 他一定會被否決 所以他有一個最後的保護傘 叫做什麼呢 大法官 因為大法官反正都是我們家的 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可是我今天就要問 我們這些法律 立法院現在是新的民意 我們全部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不管是區域委員或不分區立委 通通是一票一票的選出來的 結果完全是民意一票票選出來 鎖定的法 最後給一個完全沒有任何 民意基礎的大法官 讓他整個可以幫你打巴掌 讓他整個把你踐踏 整個把你閹割 這就是你要的現在的民主憲政嗎 所以我們今天講 我們今天討論什麼 要不要廢監察院 搞了半天 民進黨是要廢立法院 你現在不是這樣嗎 大法官他全部都是你們 蔡總統他一個提名出來的 你們也可以凍結他的預算 司法院凍結他的預算 當然我跟你講我必須說 如果今天動不動用視線的方式 來阻擋說因為你是少數 等於說你選不過 你今天就翻盤 用大法官來保護你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毀宪論證 你看到的 看到了這種的 在立法院裡面的現在的情況 這種的情況就是 在面對到 所有的權力結構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總統的權力跟其他的所有的權力 都不發生關係怎麼辦 表面上來講 他是老百姓選出來的 可是老百姓選出來的 第一我們現實上你也知道 你的罷免過不了他 民調高低也影響不了他 選上了之後他就是四年 四年之後再騙你一次 就算他半年之前 騙了所有觀光旅遊業者又怎麼樣呢 近乎就是騙你票而已 觀光旅遊業者在當蛇的時候 也是被灌迷汤的 灌的覺得OK啦 誰當選都一樣 可是現在呢 你在面對到 面對到所謂權力制衡的時候 我覺得國民黨 講幾句話 國民黨的朋友們參考一下 武權 武權分立 武權分立有什麼大不了的 請問國民大會在哪裡 我們的憲法裡面最核心的 不是那武權 是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現在都不見了不是嗎 都不見了之後 你們還會這樣過 國民大會就是變成任務型國大 而且我們知道 根本不會有任務型國大出現 那你不用廢監察院 你改成任務型監察院 可不可以 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這樣就給你一個面子嘛 任務型 就是如果真的監察院 要辦大案的時候 有什麼大案需要監察院的時候 沒關係 我們再來 再由總統來指派一次 然後再經過你們立法院 可不可以 有什麼不可以 第二個 簡單的數學邏輯 今天調查權很重要 可是調查權一定要屬於同一個單位 不能夠兩個單位都使用調查權 監察院的調查是針對公務員 這個非常不一樣 所有的國會的調查權 你有沒有看到美國的國會 連大學校長都叫來練 練完了之後乖乖就請辭了 幾個名牌大學校校長 社會聲望都很高的 乖乖都請辭了 監察院是管不到他們的 他不是國立 他都是私立大學 那幾個名牌大學都私立的 監察院對公務員會有一點點的威嚇力 是因為當我調查完了之後 我如果要彈劾你的時候 我就把你送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他叫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如果你不是公務員 如果你今天是王毅川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時候怎麼辦 調查權在國會裡面 跟在監察院裡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們也不需要把國父他當初有這種想法 OK 隨他變了 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你也知道運作起來 有的時候其實不盡合理 在眼前的時候怎麼樣處理最重要 台灣其實需要強領的事情 總統沒有制衡怎麼辦 他可以為所欲為 幫你賣了 你就還得幫他數數鈔票 第二個 今天的國會 擁有調查權不合理嗎 全世界大部分的國會 對調查權都司空見慣 今天我們所通過的就是國會的 國會的這幾個改革法案 不要說你民進黨過去的時候 我開玩笑講說 我真是看不起民眾黨跟國民黨 你們為什麼幫民進黨 實現他們的青春夢想 30年前就要國會改革 這個是從我認識民進黨的時候 我們青春 我們的幫 民進黨的青春夢想 他年紀大了不敢實現 結果都靠你們 你們幾個幫他實施 可是他還不感謝你 結果其實他還不感謝你 而且他們說現在都是狗屁倒灶 本來就是啊 就說我們 你們幹的是對的 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我覺得沒錯 這一次確實有發生很多的 肢體上的衝突 但是我剛才看到 柯總召開記者會 那幾個大字 以對話代替對抗 我真的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今天好像是 我今天把你揍一頓之後 然後下一刻就說 我們坐下來一起喝咖啡好好談一談 但是呢 在我要跟你坐下來談之前 我完全沒有任何的道歉 我也完全沒有任何的悔意 但是請你要坐下來跟我談一談 不就這種感覺嗎 那大家很多說 這四天的院會 看到立法院有激烈的肢體衝突 但是我要講 每一次的主動的這些 每一次的這種比較大型的衝突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主動攻擊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非常多次 比如說包含沈柏陽 那時候不是被摔下主席台 他們當時是把那個門 整個這樣子不是 踩我的背 然後整個攻擊進去 如果他不是主動攻擊 怎麼會有他摔下主席台 同樣的邱志偉跟郭國文也是如此 我們沒有去主動攻擊民進黨的立委 好 另外後來有一些零星的 比如說那個邁玉珍非常清楚 因為當天其實是非常早的時間 這大家為了要搶那個 大家貼那個標語跟布條 好 那個時候 其實在我們國事論壇之前 結果我們發現 綠營的電視台 就採用民進黨那個片段的 就是後來邁玉珍回 就是等於還擊的那畫面說 邁玉珍打人 不但打人還踢人 他覺得說你怎麼那麼兇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整個還原全部的影片 你會發現邁玉珍根本是去欠價的 真的他是去欠價 然後他是被推 被林淑貞一推二推 我知道有人說三推 但我看到一推二推 然後再過來去打到他的腰部 打到腰部 所以邁玉珍才回擊還手 還手之後 林淑貞立刻一去又勾拳上來 好 再來發生那個羅次祥 那個羅次祥在直播 我非常清楚啊 請問是羅次祥走到邱毅營的面前 我不曉得邱毅營說要告 你要告誰啊 你要告那個機器嗎 那個機器也沒有走到你前面 是你過來你看 他自己跑過來 然後打了這個羅次祥一巴掌 那當時羅次祥真的他說 他是有點被嚇到 說他怎麼會打他 而且他就站在怎麼樣呢 就是因為女生打男生 男生沒有辦法力氣的還手 否則的話就會立刻說 男生打女生 而且那時候我們已經接近 快要表決完了 大家希望說不要太混亂 所以當時真的 志強是大局為中下 然後你現在還 這叫做化狼 怕狼化狼 真的是完全是這樣子 還說你要告請問 那你到底要告什麼